3,2,1,Action! 就是豆花店 没错 它的名字叫本院豆花店 很酷的名字哦 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的 在路边摊啊 或是那种 就是昏昏暗暗的豆花店 上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日光灯还有一闪一闪 然后都是铁桌 对铁桌 然后旁边还用塑胶那种 就餐车的感觉 对对对 那其实这家店 是超级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 我记得本院豆花店 应该目前有两家份店 是不是 而且两间的那个装潢都很文青 没错 我们这次去吃的这家份店 它就是在松龙路上的一家 本院豆花店 那其实它很显眼 你不论是骑车开车 甚至是走路经过 你都会看到一家 很文青装潢的店 在就是松龙路上的那个三角窗口 对对对 其实蛮特别的 那这家店呢 你一走进去看到它 你就会先看到 上面有大大本院豆花店的招牌 而且它是那种 手写字的感觉 对我们后来有跟那个老板聊说 你这个招牌是真的 怎么请人家写的 他说对没错 而且是一个 好像已经退休 还是本来要退休的老师傅 他是硬把它拉出来 说不行 你给我拿着这支笔 你就给它写下去 之类的 逼人家 逼人家写 那这个字体写得非常漂亮 就是很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像用印刷的感觉 对很厉害 那你看到这家本院豆花店之后呢 除了上面大大的招牌 你还会看到它门口 白色的墙壁 配上黄色的这种门啊 或是窗户的这种装饰 其实整个视觉都是蛮丰富的 就是它这个招牌呢 那很文青 而且是用红色的字体来写 本院豆花店五个字 而旁边呢 也有用蓝色的那个名字 写传统美味 并且祖传三代哦 目前第一代耶 是哦 那什么意思 只是说可能之后会有三代吧 其实目前我是 是第一代而已 我是那个祖先啦 它这个是比较未来的 你看它本院嘛 所以其实是抱持着一种愿望 你知道吗 也是哦 希望我可以祖传三代 我猜啦 我猜应该是这种感觉 然后上面写西门名才 因为我觉得它第一间店 应该是开在西门町 对然后 我们这次去吃的是那个 那个松树龙路上的新衣店 那好 刚才突然聊到 就是它的装潢是白色的 然后黄色的门框 跟那个窗框 在整个主视觉之外呢 其实旁边写一些很ㄎㄧㄤ的字 你知道吗 它大门的左边 就写着 这没多说好吃 然后右边 写说 帅哥就爱这位 超可爱的 真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它在分点 经过这一家店 你不会不注意到它 嗯 没错 甚至你会觉得说 这家是不是在卖什么 很文青的创意商品的啊 或是等等的 那其实不是 它就是很复古的一家豆花店 没错 那我们走进去之后呢 就扑鼻而来的一阵 草堂味 很香的味道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 刚好我们遇到老板 然后老板就说 哦我们现在正在草堂 我跟你讲 他老板超酷 就留着一个小三样糊 然后 是光头吗 还是平头 就头发少少的 很坏哦 反正 头发少少的 它就很可爱 对对对 很亲人 对很亲民 所以你们只要去新 我不知道他 应该也会出现 那个西门店 对 可是如果你们有看到他 你们进来可以去找他聊天 嗯 真的他很好玩 就是你可以听到一些 而且搞不好 你可以熬到一些 根本还没上市的东西 嘿嘿 那个店员就跟我们讲说 他老板 每次遇到认识的 或熟的人 都会煮一些 他其实店里 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上市的东西 所以其实蛮好玩的 对 然后他那天有请我们吃 我记得应该是两样东西 是还没上市的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稍微讲一下 好啊 OK 那我们现在讲一样 他的整个视觉的感觉 走进那个黄色的大门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他除了白色 然后中间 正前方有一个圆圆的 院的logo 而且很酷哦 他说 我不要花这些印刷广告费用 没错 还要去请人家印这个贴纸 什么 我不要 我都要自己来 对啊 他自己写的 他就直接自己画一个圆形 就是他们logo的 好像花了几个小时完成的 对对对 他们就直接把那些logo 直接画在他正前方的那面墙上 其实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 对啊 这老板是真的蛮有想法 我觉得他在行销的方面 跟一些 比如说广告的方面 其实应该是蛮懂的 那除了这个大大人的院的logo之外呢 左右两边你可以看到 他各挂一个木头的匾额 而且蛮大的哦 很大一幅 他有匾额上面不是写那种 我们平常会看到那种什么 开幕大吉之类的 他第一个是写什么 懂吃懂吃 没错 然后第二个呢 超可爱 觉得开心 我觉得超有意思 而且这些匾额都是他朋友送的 很可爱 一直说这老板可能交的朋友也都很狂 就同一个 同一个身为的 对对对对 然后开出来的店 确实这么美丽 就是你不会觉得 我好像来到一家 舅舅的豆花店的感觉 他不会 他就是一家专门 我觉得啦 专门为年轻人开设的一家豆花店 就是很文静的 就是让你 就算你今天不想吃豆花 可是你也会愿意走到这家店 去常常说 你竟然装潢这么漂亮 那是不是食物应该也蛮好吃的 对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 装潢会大于他食物的味道 对啊 因为那个氛围 就会觉得你这是好吃的东西 没错 所以像上一集 我们有介绍到的那家 就是 金碧辉煌 没错 他已经把烤箱跟微波炉 精熟的技术的 BNG参茶馆 那其实他装潢也非常漂亮 所以其实你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真的身在欧洲的那种感觉 那这家店一样也是 就你吃豆花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你好像只是为了 夏天啊 或是觉得很口渴 想要吃一碗便宜的豆花 你反而是一种享受 对 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 就是我说 前面有个大大院的logo 左右两边各挂一个大饼盒之外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每一张桌子 都有写一些 很呛的字 可爱的小字 对 例如我们有拍一张照 放到那个 IG上 然后你们可以去上面看看 那这一张照 它上面桌子的字就写说 我在吃豆花 等等打给你 超可爱 就很呛你知道吗 对 而且就是你如果把一些 比如说像他的豆花 摆在旁边拍照 其实都蛮有意思的 所以其实等于说 你店里各个角落 都是拍照的 打卡点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老板 为什么说我觉得他对于行销 或是对于广告 就是promote他自己的品牌的时候 是蛮有概念的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看了一下 他好像没有几道菜 对不对 对 他就是豆花跟仙草为主 对 而且他很好笑的是 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到这种 豆花店啊 仙草店啊 我们不知道 要选什么料 选什么料 太多种类了 所以呢 他就直接在他的点餐窗口 摆了好几只竹签 对 竹签上面有不同的颜色 每个颜色代表不同的料 没错 然后呢 他竹签旁边就有一个桶子 你可以从众多 或是你想要选择 就是你实在无法选择的料 把这些竹签丢进那个桶子之后呢 把它来一拉 你就可以抽出两种料 因为他现在卖的东西是 一个豆花 然后里面可以放两种料 对 可以自己选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从二四六 他总共有六种 分别为地瓜人 粉人 小艺人 绿豆 花生 红豆 这几种配料里面 要我选两种 我当时选不出来 选择障碍 对啊 所以我真的是用筹签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像我们这种 有严重选择障碍的人来说 非常非常的有用 真的 对 那他把这些竹签 集中在一个桶子 然后你可以抽出两种之后呢 你就可以从上面有一个 那个 它是用 也是木头板子 然后写上他们的不同品项 其实它的品项没有很多 总共也才五样 分别为烧仙草49元 烧仙草豆花59元 传统嫩豆花49元 鲜奶嫩豆花59元 黑白花49元 其实这个价格以豆花来说 是真的偏高的 高一些 对 当然我们不能拿它去跟那种 我们在路边传统小吃 看到的那种豆花来比 因为确实 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他们在那个专潢上啊 或是整个气氛的营造上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真的 对你真的只是为了解渴 或是怎样去吃豆花 它是真的要让你享受豆花 的感觉 而且确实 这家店除了 我觉得他们装饭很美丽之外 他们的优点是 他们很干净 那时候我们 很明亮的空间 因为后来我们跟老板聊天 然后想说 这个味道怎么那么像草堂 然后他稍微打开帘子 我们看一下 他的厨房超级干净 就是白的你知道吗 对啊 全部在金光闪闪 我不知道是因为那里有铁锅 还是干嘛 反正我觉得 他一打开那个帘子 我就觉得哇塞 整个在发光 很亮 对啊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以一家餐厅 或是一家店家来说 无论你是卖什么的 你就应该要有这种水准 对啊 你就是应该要保持很干净 让我们在 无论是吃的味觉上 或是视觉上 都很有享受 或是甚至是嗅觉 因为有时候 你去一家店 然后它 就是味道闻起来 就真的没有那么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家 对 这家店 无论是在这三种方面 就是吃的 视觉跟嗅觉来说 确实做到蛮到位的 OK好 那我们点了 我们那时候点了两道 一道是鲜奶嫩豆花 59元 然后再来一道是黑白花 49元 其实黑白花那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 白色是豆花 很鲜鲜易懂 那黑色是什么 就是仙草 没错没错 黑色就是仙草 所以呢 你点黑白花的时候 确实你没看到 就很像 就是上菜的时候 太极 很像在打太极 就是两团东西 然后飘来飘去 就好像真的是在公园 看到那种太极拳的感觉 其实蛮有意思的 那在黑白花里面 我们加了两种料 分别是地瓜园 加绿豆 它上来的时候 就满满的料 你会看到地瓜园 跟绿豆就直接浮在上面 我觉得它用料 不会很小气 其实蛮大方 虽然价格我说偏高 但其实 也蛮实在 用料确实蛮实在 而且你吃起来的感觉 那种豆花不是那种会 因为我之前 我没有吃过是那种 就是好像用石灰 还是什么 我做的 我不知道 就有些豆味很重 不然就是糖水太甜 对 或是你吃完 整个嘴巴会很不爽 很腻 就是你本来很渴 然后想去吃豆花解渴 结果你吃完反而又更渴 真的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 要你再点一碗豆花 再解渴一次 然后就无限的重复循环 这也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 但是这家老板没有这样想 它的豆花你是真的吃完 你会觉得 而且它的甜不会太甜 你可以觉得说 确实吃起来蛮解渴 不会腻 而且吃完的时候 舌尖上还稍微带一点 那种糖的感觉 却不会让你整个嘴巴都黏黏的 对 其实是蛮顺口的 这以豆花来说 我觉得OK 我给过 对 然后再来接下来 我们点的另外一道菜是 鲜奶嫩豆花 59元 那我们 这鲜奶嫩豆花是我点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加什么料 我就抽两个 那我就抽这种粉圆跟花生 它的粉圆其实 我觉得很好吃 很Q 它不会甜 而且是那种Q弹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现煮还是怎样 不过确实 那时候上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粒一粒 粒粒分明的 它不是那种整口 我们有时候去吃那种粉圆 全部都黏在一起 糟糕 当然它是粒粒分明的 每夹起来 它不会因为那个豆花 或是什么味道 然后就整个味道都变掉了 它反而是 透过那种豆花 跟鲜奶的味道 去增进粉圆的口感 整个吃起来是非常顺口的 然后再加上花生 因为我本身就超级爱吃花生 所以我觉得花生 加在任何的那种中华料理 中华甜点料理 来说都是超适合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花生就是好吃 对啊 对对 所以 对但是 我觉得 你要点鲜奶嫩豆花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点 可能有些人 没有那么喜欢喝奶制品 奶味 这样我就觉得不太习惯 因为它鲜奶嫩豆花的 奶味很重 装满豆花之后呢 直接倒鲜奶进去 然后再加料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习惯 喝鲜奶或是奶制品的话 我不会建议你点鲜奶嫩豆花 其实很简单 你就点一个传统嫩豆花 再加两种料 其实你就可以很满足地 吃完你的下午茶 没错 好那在我们吃完之后呢 这时候老板 他很热心地说 我这么有新东西还没上市 你要不要先吃吃看 当然好 我们就想说试试看 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端出一碗 看起来是白白的豆花 然后它是透明 很明亮 不像我们糖水是黄黄的 它是白的 对 整个是清澈见底的 然后下面就是浮的豆花 然后里面还有加 蛮特别的是 有红枣 跟白木耳 对 那整个吃起来非常非常清爽 因为他有跟我们讲说 我这碗豆花 它除了用一般的糖水去加之外 他还有用一个很特别的什么糖 你还记得吗 不知道 可是那个糖吃起来不会 就比较天然的感觉 就相较于它的传统嫩豆花 又再更不甜一点 而且它上面又撒 就是加了一些柠檬皮 然后就更增添那个口感 所以它是小点酸甜酸甜的感觉 没错 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适合夏天 很清爽 完全没有负担 它用的那个糖是完全不甜 它说可以减低大概80%的甜度 对 你不会觉得说 吃完豆花嘴巴很腻之类的 不会 它这碗吃完就是非常清爽 配上像刚才雷雅说的 上面柠檬的一些皮 吃起来就整个是 很像在喝饮料 完全不像 会颠覆你对于豆花的想象 不过这道菜 我们还不太清楚 它的菜米叫什么 因为它还没上架 所以就表示说 可能之后你没有机会 喝到这碗豆花 或是你可能遇到老板 你也可以跟他说 跟他熬一下 老板我上次有听到 鲁鲁星大冒险说 你有一个很酷的东西 要不要给我们喝喝看 搞不好你就可以喝到了 这蛮推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 好 那基本上这就是 所有它豆花商品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 跟一般的豆花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第一个 它没有很甜 然后第二个是 它的用料都很实在 然后第三个是 它非常干净明亮 重点是它很文清 对对对 最后呢 我们要讲就是 老板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老板很有行销 或是很有品牌经营的概念 在我们吃完之后 他送我们了一支 金汤匙 超金超亮 整个是 就是金的 它虽然不是用纯金做的 可是它就是整个 用金色镀成的 一支汤匙 那它说这支汤匙 除了给你来吃豆花之外 就是说 当大家都还在用 塑胶汤匙的时候 整间店就只有你用金汤匙 你含着金汤匙出身 对 你是含着金汤匙来吃豆花的 你知道吗 对 那除了这支金汤匙 可以拿来让你来这家店 吃豆花之外呢 你只要 每次去 无论是西门店 或是新衣店 出示这支金汤匙 老板就懂了 老板就知道 哦 你是VIP哦 对啊 很厉害哦 那他就会 因为不是说 他现在 就是只有加两种料吗 那你只要出示金汤匙 你就可以额外再加一种料 而且我记得是不止你吧 你的朋友 朋友也都可以 你只要带朋友去 应该是带一个吧 带一位朋友去 那个朋友 也可以享受 直接多加一种料的这个福利 对 那其实 这老板我觉得很酷啦 你们之后只要看到有一个小三羊虎 然后 或是带着帽子 反戴的 你就知道 应该其实很好认啊 我也觉得还蛮好认 对啊 反正 你看到最酷的店员就是他了 最酷的店员 对啊 对啊 我觉得 整个对于品牌经营的概念是蛮了解的 好 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有关这家本源豆花店 它是怎么样 从视觉上来讲 确实很鲜明 因为它无论是在主视觉 或是整个里面内容的装潢 来说对于顾客都是一种享受 像我前面一直强调的 它不是只有让你吃好吃而已 它其实也让你看好看 对 而且闻 好闻 因为它整间店都充满着满满的这种炒糖的味道 这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那第二个 它菜单的设计不会很复杂 它就是简简的五样基底 六样配料 让你可以选择 那在这样搭配之下呢 其实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做选择 尤其它旁边也有牵筒 对 你可以 对 你想 对啊 你想吃什么料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做选择 所以在这个菜单设计上 我觉得老板也是蛮用心的 不会太复杂 但是却有简单明了 OK 然后再第三个 吃起来的味道呢 吃起来的味道它其实是清爽的 它是真的可以让你 假设你今天很累 或是你下午想要好好享受 或是你很渴的时候 可以来碗豆花 那它就是会 会是你想象中的那种豆花 就是很清爽 很消暑 而且吃完又不会很腻 没有什么孤单 对 嘴巴好黏的那种感觉 好 然后最后呢 在整个行销的感觉上 我觉得老板是很用心的 对 无论是在第一个店面设计 然后再来里面的匾额 或是甚至最后VIP的活动 送金汤池这一块 都是蛮用心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西门店 或者心意店 去尝尝这个本人豆花店 我觉得也蛮适合 带观光客一起来吃 就带外国朋友 一起来享受 这个台湾的传统美食 没错没错 这个因为通常 我们现在带外国人 都会去吃喝珍珠奶茶 对 或者是吃顶太风等等的 那其实比较小说 会介绍去吃豆花 嗯 那如果要去吃豆花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带他们去 或者是西门店 或者是心意区的 本人豆花店 去尝尝说 其实台湾也有这种美食 然后让他们享受不同的口感 而且那个装潢设计也很文 清风也让他知道 台湾现在的潮流跟趋势 没错 所以其实 我们没有要很捧这家店的意思 哈哈哈哈 不知不觉吗 捧得很高 好像很高一样 可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蛮推荐的 不过这家店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真的 我觉得如果对于豆花有兴趣 你本身就很爱吃豆花 豆花控 那当然你就可以来吃 那如果你本身对于豆花 不是说没兴趣啊 就是没有特别太大的喜好的话 不过假设你今天走经过这家店 或是你看到它 也可以打卡 你可以随便拍照啊 或是怎样的 上传其实就会有蛮多人来关注 就是说 这到底是哪一家豆花店 或是到底哪一家 这么有创意 可以搞成这样 其实我在来这家店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豆花店可以搞成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人的想法 是真的蛮有意思的 对啊 好 那我们今天 轮轮兴兴大冒险的节目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对于 本院豆花店的图文介绍 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IG搜寻 Layas Wonderland 或是我会把图文介绍的连结 放在上方的节目资讯栏中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 那我们下一集 就会介绍位于永康街上的 地中海市餐厅 Tosteria 他们拥有五层楼高 很难不注意到他们 真的是太浮夸 超美的 请各位一定要准时收听 我们下一集的Podcast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